邀請到香港新界西議員陳偉業先生 陳偉業先生在香港有一個花名叫大舅 來到了大舅,請來大舅跟我們聊天 大舅你好 大家好 這次為什麼幾千里路人磨魚來到澳洲進行訪問 沒有啊,計劃這個行程都一年多了 因為香港跟我動物多次去美加訪問 去过很多城市,纽约,三藩市,温哥华,多伦多,Kagory 每一次澳纽的朋友都在网上多次投诉 说我们只是去美加,只顾着那边的朋友 南半球这边,我们很疏忽照顾 所以年多前我已经承诺说我们会来澳纽 原本屋敏一起来的 但是因为他要统筹人民力量的选举工作 所以这次就不能够 这次我和人民力量的新主席刘翁就在这里了 OK,来到这里做什么?观光? 来到这里,主要是和网民会面 和人民力量的支持者会面 因为今年也有新海革命一百周年 我们很希望将新海革命的精神 以及追求民主运动的信念 可以和朋友们讨论 也希望透过纪念新海革命一百周年 令到海外的华人 好像一百年前的新海革命那样 要支持香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 OK,你讲到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时候 我们住在海外的朋友 很多人已经来了澳洲已经很长的时间 他们可能会对以前的港英政府管治的时期较熟悉 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了差不多十四年的时间 你觉得香港的民主发展 你可能已经走过很多不同的道路 你觉得前港英政府和现在港英政府 或者是特区政府的民主的赤道 是宽松了,是人民作主,应该是怎样呢 我想在任何殖民地管治的地方 没有人会期望那个宗主国 会给殖民地有民主 是 往往都是在殖民地终结期间 或者之后呢 或者差不多是殖民地管治完成那段期间 才会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 所以在港英期没有民主 我想这个不是奇怪的 但是随着九七的回归 由八十年代开始 就是已经香港的民主派 希望是一个民主的回归 就是希望这个已经没有外族统治了 当是这个香港人有机会当家作主的时候 应该是有个民主的制度 但是很不幸就是回归了十四年 就是民主普及的选举仍然是遥遥无期 那仍然是一个变相的委任制度 而共产党这个北京政府操控香港的情况 比以前港英是更加严谨 就是一个金光枯呢 是越枯越窄 从而见得呢 譬如我们去到香港的时候 以前就说 喂你这个大陆政府来的 你小心点 说话不行的 但是现在回到香港的时候 都可以随意发言 我们可以数很多东西 譬如九七回归后 第一样东西 香港政府 特区政府 从新引入这个区议会委任制 是 彭定康年代委员取消了 第二就是成立这个临立会 一个没有民意认受性的组织 第三就是这个三次先后释法 就是以前的最终法律 就是由这个终审法院决定 是 加上由这个北京人大 就是常委会可以演绎那个法律 那变成了一个法律 由这个政权的政府决定 不是由法院决定 接着就取消这个两个市政局 区域市政局和市政局被取消 接着也引入很多恶法 譬如这个涉听条例等等 是令到政府那个监听市民的权力是增加了 所以回归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譬如最近 政府说这个逮捕方案 取消这个逮捕 那个投票的权力 你看到连串的行为 再加上你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在香港 各行各业的操控 对这个选举的操控 对这个地区的团体的操控 是越来越加强的 这个香港的民主派 也都最近 我们指责没有民主派投共 是吧 你香港的那个争取民主 是举步为奸 是越来越困难 是 越来越困难 有很多人就说 其实香港是一个遍地黄金 你赚钱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民主 对你来讲 如果你是贴到那些大财团 你就赚钱了 OK 你贴不到那些大财团 就真是生活苦困了 我们看到一个坚力系数 香港是全世界发展地区最高的 0.53去到 是吧 而这个贫穷人口 是从九七回归之前 和现在比较 是大幅上升的 现在一百二十七万人生活 在贫穷之中 而那个财富的 原殊的情况 你见到那些财团的资产 是大幅上升的 八十年代 这个长和系统的资产是二百多亿 加上长和系统 两个加上的资产是六千多亿 就是你见到那个资产 小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困 这个地产霸权 是越来越恶 你以前行尼敦道 都见到各行各业的 你现在行尼敦道 是金行 美容物品和电器店 你见到那个香港的经济 中小企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我们七八十年代出身的 很多家人都是做中小企 可以发展到 你现在香港人是地产商的奴隶 OK 这个说话 可以说是很震撼 香港人就是地产商的奴隶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这么震撼的宣示 譬如说 我知道在你自己从政的道路里面 你过往是一个民主派的 是一个中间分子来的 你走的可以说是一个温和的路线 如果我们将现在和以往比较起来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民主运动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会走出来呢 我自己1986年 和冯剑基利文特创办民协 1989年也是创办港同盟 其实又转了民主党 我自己03年退出民主党之后 觉得香港的民主派是很不堪的 因为全世界争取民主 最舒服的就是香港的民主派 是吧 他们在议会上说两句 我经常都形容 香港民主派三部曲 就请愿游行 最厉害就是绝食 但是绝食是24小时而已 顶朗 还有接力 是吧 还有绝食完有些人是重了 肥了 为什么呢 然后补回 不是 不是 当日 绝食那三十个小时肥了 因为绝食时间喝鸡汤 是吧 所以 香港的民主派 所谓的争取民主的诚意和投入感是不足的 譬如我在民主党年代我多次提出 喂 如果做立法会员应该要全职 是吧 你又教书 又做律师 又要做立法会员 你怎么代表民意 是吧 你怎么服务居民 你都没时间落区 没时间落区 争取民主的态度 你争取了二十几年 民主党领导香港民主运动二十几年 不但民主毫无存进 还是倒退的 最后竟然这一个 就是淪落到 要跟这个共产党的代表 在密室里面 在密室政治出卖港人 出卖自己的政綱 所以我觉得 香港不可以继续被这些所谓 偽民主派带领香港的民主运动 所以要成立这个人民力量 OK 会不会有一个情况 其实在一个共产党的主权之下的时候 你要跟它去斗 你要跟它去捏 你要跟它去反的时候 根本是没有空间的余地 唯有是透过协商 聊天 然后才可能有关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节出现 那你就不要称自己 做民主派了 OK 就是刘晓波 以一个这么高知识分子 可以享受这个荣华富贵的 在美国教开书 都六四走回这个的中国 是吧 是为这个的中国民权去做事 在内地的人都可以这样 我们在香港这么舒适 这么有自由 都不用这个所谓抗争的手段去争取民主的 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列祖列宗 OK 现在你走的路线 香港人的接受程度有多少 我相信不会大部分 也都大部分人不接受我们的态度和路线 但是越来越多人认同我们的看法 是 因为你看到就是特别这个 就是971 71那个游行 你看到 就是我自己都很惊讶 嗯 这次是人民力量 刚刚成立 3月才成立 竟然有这么多人支持 就是我们的诉求 嗯 我们最后去到这个湾仔修盾 有成五六千人 嗯 就是留在这里 最后有138人 就是被这个警方驱控 而很多呢 是我们完全不相识 但是对这个政府不满 以及认同我们这个抗争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民的支持 是不断增加的 OK 你所谓的抗争的手段 是所最激烈的行动 抗议行动 还是如何呢 就是我们不会扔炎烧打的 也都不会暗杀的 是吧 就是我们未到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会用公民抗争 就是 甚至是以身示法 就是我们不怕坐牢 是我们透过这个所谓抗争 和不合作的运动 等同当年甘地 等同马丁路德甘 是吧 他们都是用和平理性 非暴力 但是用一个不合作的运动形式 不是用投共的形式 不是用密室政治的形式去争取民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愿意犧牲 然后突显这个政府的不公义 令到市民支持 争取民主 是必须要犧牲了 OK 你说人民力量 刚刚成立了几个月的时间 有些什么鸿吐大鸡 我们就来到 11月的区议会选举 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工作 我们形容这个是民主运动第二波 当然我们没有期望 我们的选举会赢取议席 但是透过这个选举 是做这个民主运动的公民教育 或者是这个突显这个选举 或者议会的不示 或者某些偽民主派的不示 是唤醒 令到市民觉醒 我想香港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人民政治觉醒 不是营取移植 所以透过区议会选举 和下一年的立法会选举 和下一年的立法会选举 是换成这个香港的市民 就是不可以继续啞引 和忍受这个金权政治 和这个地产霸权 更加不容许这个专权政治 继续操控香港的议会 和香港的政府 路途不会容易吗 绝对不容易 全世界争取民主永远不容易 如果要容易的 就做保皇党 有什么打算 我想我们继续抗争的道路 刚才我所说 我们要随时要被拘留 被检控 被监禁 但是我觉得 未来的道路是香港 争取民主运动 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转到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要香港走上这个民主道路的时候 这些什么基本上要改变呢 我想是要改变人民的态度 当然我们很难改变共产党 那个专权的管治模式 更加难改变一些保皇党 就是那个既得利 因为他们既得利益集团 他不会无法放弃自己的特权 但是要改变人民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 人民如果是觉醒的话 是透过人民的参与 我相信这个北京政府 不会逆香港绝大部分市民的意愿 相当乐观 因为共产党都很清楚知道 最近你看到 这个内地有些过万人的抗争行动 政府立刻取消了那间的化学厂 是的 一样的 如果你再有五十万人上街 一百万人上街 我相信香港普选是可以得到的 不过我们前瞻就是 香港的民主活动 在人民力量和其他一些 真正支持民主派的人士的努力之下 可以开上一身的股面 多谢你 今天就是叶先生 多谢 谢谢 OK